齐柏林的逝世 让曾经被齐柏林 视为是人生中 第一个贵人的 国公局前局长 高铁公司前董事长 欧静德得知二号之后 非常的难过 所以我自己是蛮心痛的 我太太更是心痛 因为我们都把她当作 我们自己的孩子一样 那么今天我也很希望说 大家看到 她知道这个工作的危险 她很清楚 她跟我谈过好几次说 像莫拉克风灾 他们出去照相的时候 就有立刻遇到气流 突然就下坠 她当时她就说 我可能就在那个时刻 说不定就跟大家说再见 所以她很努力去珍惜 她每一刻 她现在留下 她还有很多照相 其实她现在 词遍非常多 也很希望说从这里再整理 再看到 让大家去放心 好 谢谢大家